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悬疑科幻片 科罗夫到10号 影片一开场 大眼妹因为跟男朋友办了几句嘴 一怒之下就开着车去游山玩水了 这俗话说一言不合就开车 小汽车跑得快 时速得有80卖 大眼妹正边开车边胡思乱想的时候 她男朋友突然打来电话 男朋友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这俗话说夫妻没有隔夜愁 你赶快把汽车掉到头 夜已深的 你怎么忍心让我一个人醒着受伤痕呢 大眼妹一听就是一肚子的气 心想这孙子道歉也太没诚意 于是一怒之下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个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了新闻报道 说南部沿海地区很多的城市都断了电 致使该地区的交通几乎全部都瘫痪 而且这天气也有点不对劲 好像要出什么事 大眼妹一路风驰电车 很快就出了车祸 当她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人锁在了一个密室 大眼妹一看这场景太熟悉 八成自己已经成了变态狂的性奴隶 但机灵的大眼妹并没有因此蒙逼 经过努力 她居然够到了自己的手机 当她正拿着手机找信号的时候 胖大叔的突然出现 差点就把她给吓尿了 大眼妹说大叔大叔 咱君子动口不动手 有话好好说 千万不能开机车 自要是你放我走 以后我每天三炷香 保你万寿无恙 胖大叔把钥匙扔给大眼妹说 该吃吃该喝喝 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 为了赶快逃离此地 大眼妹决定给胖大叔来个出敬意 可胖大叔皮糙落后 甭说拐杖 刀也炸不透 而且这胖大叔早有防笨 一扔下去 大眼妹就没了还手之力 胖大叔说 大妹子脾气挺横 出手挺重 要不是我善于打游戏战 就险些糟了你能按算 大眼妹说 咱平水相逢 又没什么感情 求求你放了我行不行 胖大叔说 你还不知道我大妹子 外星人已经把地球给攻陷了 这外边全是合伏车和毒气 谁出去谁搁屁 大眼妹心想 这孙子的瞎话编的 太没技术含量 脑残也不会上这个当 大眼妹说 我想给我的家人打个电话 胖大叔说 打什么电话 他们早就挂了 第二天一早 当大眼妹醒来的时候 发现门居然开着 他刚走出房间 就遇到了在这避难的胡子哥 大眼妹说 怎么才能从这逃出去呢 胡子哥说 你逃个屁 外边毒气磨漫的 谁出去谁领好办 转场之后 大眼妹和胡子哥 跟着胖大叔 来到了地宝的生活局 哎呀 要说胖大叔这房子 布置的可真不错 不仅有吃有喝 还有娱乐 大眼妹说 我听见好像有汽车 从上面过 咱是不是尝试 跟外界联络联络 胖大叔说 外边的人呢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你听他这广播 一个台都没有 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见大眼妹半信半疑 胖大叔便带着 大眼妹来到了门口 说你瞅瞅我那几头猪 就是因为吸入了 那些毒气 全都已经没呜呼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大眼妹突然看到了 胖大叔的皮卡车 他依稀的记得 自己之所以出车祸 全是这辆皮卡车造成 大眼妹在跟 胡子哥聊天的时候 了解到 原来这个地堡 是胖大叔 雇佣胡子哥一起见到 胡子哥说 胖大叔曾在海军服役 他对世界末日 有很深入的研究 咱现在之所以能活着 全靠他的神运策 大眼妹说 开什么国际玩笑 什么世界末日外星人 全是瞎不闹 吃饭的时候 从胖大叔的表现上来看 他自乎已经对大眼妹 产生了一种 微妙而复杂的虐恋 因此当大眼妹 故意在他面前 跟胡子哥调情的时候 他嫉妒的都快发了疯了 上去就给大眼妹 来一壁咚 说你呀 竟敢当着我的面 跟胡子哥打情骂相 那脸还要不要呢 大眼妹一听了 才意识到 胖大叔对自己 还是有想法 于是趁着胖大叔 巴拉巴拉宣泄的时候 把大门钥匙给偷走 这个时候 胖大叔往腰里一摸 说 哎 我的钥匙这么不见了 大眼妹一看要被发现呢 于是当机立断 一酒瓶就把胖大叔给干翻了 然后撒子就窜了 可当他跑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看到已经中毒的 龙套姐正在外面求救 胖大叔说 你看看他的脸 他已经被感染了 千万不能让他进来 不然咱全都得先来看 听了胖大叔的话 大眼妹也害怕 说大姐啊 你这病啊 只能听天佣命 通过龙套姐这件事啊 大眼妹才意识到外面 确实是有走气 胖大叔说 你那天出的车祸 确实是我造成的 因为当时外星人呢 已经开始攻击力久了 由于我急着逃命啊 所以把你撤给胖了 这个电影啊 最有意思的人物啊 就是这个胖大叔 当你认为他是个骗子的时候啊 又会发现他头乌乌 可当你刚对他产生点好感呢 又能从他身上啊 发现很多的疑变 这整部电影的前三分之二啊 基本在胖大叔 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个问题上啊 不停的转换 直到有那么一天呢 大眼妹终于发现了 胖大叔的患者 胖大叔说 照片上的女孩啊 是自己的亲闺女 可由于他跟老婆的感情啊 长期不合 最后老婆带着女儿啊 去了外地 由于空间的局限呢 这三位平时啊 也没什么事可干 基本上就是睡觉 吃饭大小便和卸查蛋 一天三个人正在闲聊天的时候 空气过滤系统 突然出了毛病了 胖大叔说 要这样下去啊 很快就没空气了 咱仨啊 全都带嗝了屁 由于通道狭窄啊 大眼妹担负起了 过滤系统的重启工作 重启系统之后 大眼妹不仅在窗户上啊 看到了有求救的字眼 而且还在地上啊 捡到了一对耳环 大眼妹跟胡子哥说 胖大叔是个死变态 他女儿啊 肯定已经被他给看了 胡子哥说 这女孩啊 根本不是他闺女 她是我妹妹的高中同学啊 两年前就人间惩罚了 到现在也没回家 最后两人一致认为啊 这女孩肯定是被胖大叔 绑架之后 现家后杀了 经过密谋 大眼妹和胡子哥 决定用玉帘啊 做一套防护服 然后丑机会 把胖大叔控制之后 再出去找人求救 但是非常遗憾的 他们盗窃剪刀和交代的行为啊 最终还是被胖大叔给发现了 为了保护大眼妹啊 胡子哥主动承认是自己干 这胖大叔也没客气 碰了一枪 就让胡子哥领了盒饭 然后就把胡子哥的尸体啊 扔到了硫酸桶里 干干净净 什么都不剩 紧接着就到了电影的高潮阶段 由于防护服被胖大叔发现呢 大眼妹一时啊 再不拼一下啊 就过了这个村没热店 当大眼妹摆脱胖大叔逃出去之后 突然看到天上啊 有一对活蹦乱跳的大眼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啊 那毒气啊早就散了 这地宝爆炸之后啊 影片最狗血的桥段终于出现 大眼妹居然利用半瓶红酒 让一艘体型庞大的外星飞船领了好看 哎呀 要是按照这个逻辑 以后外星人真来袭袭地球的话 什么火箭导弹的通通靠边的 人手一瓶二锅头 保证把鸭揍得屁股降流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悬疑惊悚和科幻 这部影片全都战 前面剧情都挺好 狗鬼虚雕太子蛋